上次智能在CES远观不能洩幻疑的 88 吨OLED 8K 电视终于在我身边 但今次除了这部强的8K 电视 还会见到GX 系列 CX 系列和Nano Cell 电视机 今代有很多新功能 如Dubi Vision 也有更新 和打机上也有支援 究竟每一部有什么功能 逐步和大家去看看 在我身边这部就是LG 最新的G10 G10 字不是G10 而是GX 因为今代G系列 已经取代了上代的取名 上代是B9、E9 很多不同的狗系 但今次他们用了不同的英文字幕 去取代 GX 即我叫G10 就是他们的全新系列 大家容易就认得到 它基本上是一部很容易入手 而且功能超齐全的一部OLED 电视 它搭載第三代的Alpha 9 AI 影像处理器 有一个非常棒的影像资料库 里面有个百万的数据 来对比 因应画面是什么 它会将画面的细节保留 也会优化画面 当然它也可以将 Full HD 影像 4K 影像 去做一个优化 Dulby Vision 来说 一直都没有办法 是可以做到 因应你家的环境的光线 而去作出优化 全新的功能 就是可以帮你 对比你家的灯光光线 去优化Dulby Vision 里面的画面 在看Dulby Vision 的戏 就可以做到更加棒的效果 这个 Film Maker Mode 其实就是可以将电影人的一个原意 将它呈现在画面面前 不再局限于你用什么App 或者看什么Source 总之开了这个 Film Maker Mode 它就可以帮你将画面里面的东西 去优化 令到你看到 呈现电影人最原汁原味的视野 声音有AI Sound Pro Mode 可以让大家将家里的环境 融入你的电视机里面 将你的画面和声音 都可以适合你家里的环境 而去作出优化 令到你看电视也好 看电视也好 可以有更加震撼 和更加好的对白声 除了刚才说的声画功能 其实它在智能系统上 亦都作出优化 不需要用remote 都可以叫得起电视机 Hi LG Turn on TV Hi LG Hi LG What's the weather today? Here's the weather for Hong Kong Hong Kong will be cloudy today Hi LG Good morning 它就可以靠一个语音去换成 不需要每次都需要用太多元控制 看到都觉得很厉害 究竟这部机 如果在我们的Studio 做测试 又会有什么体格 而检键出来 我们一定有机会 拿一部77寸回去试一试 现在我身边这部是CX系列 CX 即是C10 这部机 其实看到的尺寸 有没有觉得很特别 因为以前我们玩OLED的电视机 很多朋友都希望买一部回家 但是在家里未必放到55寸 因为最小都55寸 而现在这一次 终于大家有机会 可以赢这部机 入供了 因为C系列 由48寸至77寸都有 而这部48寸 就是用来打电视机 和这些设备 去找一些打机高手 究竟和大家试试 究竟这些功能 是否真的对打机优来说 觉得满足 我身边这部 就是LG今年最新的Nano Cell 它有两个不同的系列 一个是Nano Cell 86 另外一个是Nano Cell 95 两个分别 其实是在于4K和8K的面板 讲开面板 其实它也是用来 它们最棒的IPS的面板 它里面也包含了 Alpha 9第三代的影像晶片处理 和它也支援度比Vision的IQ 和AI的功能 最棒的是什么呢 我身边这一部 75寸的8K版本 其实非常值得玩 6万1千元就可以入手 是不是很棒 最后当然要试试这部ZX的88寸NoLED电视机 8K的解像 这部机的外型 以雕塑设计为主 因为88寸在你家 你一定会当它是电视之外 一定会当它是艺术品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位置 和下面的银色座 都是电视机的一部份 但是大家会看到有线和喇叭 线后面有一个很漂亮的槽 把天线和电源线都收到框架里面 而声音方面 最棒的是 这里有一个位置 它有一个斜斜的斜板 令到声音可以在斜板上彈出来 给你的感觉 就像画面在下面有些声音出来 在这么大的画面上 你会感觉到声音在下面散出来 这个设计其实也挺细心 而且我们看到画面的解像度很夸张 因为它这部电视机是8K 但其实8K有一个标准 在明暗对比值方面 其实是需要超过50%以上 才可以看到8K画面 其实是有足够的8K加进度 有一个漂亮的对比度 这部电视的明暗对比值 CM值到90%以上 真的很恐怖 这部电视机究竟有没有机会做review 拿回Studio就不要了 我想在这部影片会比较稳定 今天一口气和大家看过 今次2020年LG的全新电视 我自己觉得它这么多系列里面 其实每个系列都有它的定位 以及有它的精彩之处 当然它都很落本地 每一部电视机每一个系列 都是用回Alfa 9第三代的影像晶片处理 在画质上 所以就算是比较上性价比高的系列 画质也不会太差 市场上的竞争力非常强 而且有很多功能非常贴心 例如Dulby Vision IQ 这些新的技术 它们已经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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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可以让大家除了电视看电视之外 打机都可以使用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有机会我们每一件 可以逐个和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评测之外 亦都希望大家给一些意见 在我们的留言下面 告诉我们 究竟你想我们试LG电视的什么 我们就有机会和大家逐样测试一下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就会有好东西给你看